1915年,朝鲜通川郡的一个偏僻村庄 寒冷的冬夜,天空飘着漫天大雪 一对农民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取名叫郑州勇 五年前,随着韩日合并条约的签订 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 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民众的生活可想而知 家境贫寒的郑州勇一家 世代都是农民 过着面朝黄土贝朝天的日子 作为家中的长子,年仅十岁的他 就已经能在地里帮着父亲干农活 父亲对他的未来也没有任何奢望 好好的种地帮着父母一起照顾家中的姊妹 但年幼的郑州勇心里却不这么小 上了几年学,他梦想能成为老师一样 在课堂上教书一人 可惜,梦想毕竟是梦想 由于贫穷的缘故 十四岁那年,他无奈告别学堂回家务农 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要起床 跟着父亲要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地里干活 头顶是烈日焦羊 站在一眼都望不到头的玉米地里 弯曲着腰,拔草,松土,播种,周而复始 在郑州勇的童年记忆里 除了在农农时间能吃上几顿干饭以外 其余时间只能以周度日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我要像父亲一样吗 整天心情地种地 到头来却换不到一顿饱饭 难道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宿命吗 这样的想法困扰了他好多年 直到十六岁那年,他决定走出去 这一晚,他与同村的好友相约 一起离开村庄 夜路难走 但是两个小伙伴丝毫不敢停留 因为他们生怕被大人们找到 于是他们紧赶慢赶 一口气走了六十里路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他们到达了高原 在一个建筑工地 他们得到了一份苦力活 除去吃喝一天能挣到一脚五分钱 虽然工资低 但是郑周勇感到很开心 他觉得这比在村里好多了 他很高兴自己能挣到钱 两个月之后 父亲找到了他的下落 把他带回了村里 但这时已经晚了 郑周勇已经尝到 他渴望的生存 他绝不会再满足于平庸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又两次偷偷跑到汉城 只是每次逃跑后 他都会被固执的父亲找到 并带回村庄 父亲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他 你可别忘了 你只是个农村孩子 只上过六年学 汉城到处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他每一个不比你强 你以为你是谁 做人要脚踏实地 1934年 这一年朝鲜爆发罕见的汉灾 庄稼地里颗粒无收 在待在家里 只能等死的情况下 郑周勇再次向父亲提出了 想要去城里打工 而这一次 父亲同意了 和每一个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一样 郑周勇不想放过任何可以挣钱的机会 他在码头上做搬运工 在建筑工地上干水泥火 去厂里当为修工 直到第二年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在福星商会的米店里 当一名送米小工 待遇是每月12元 这个工资相当于一袋大米的价格 老板一天还包三顿饭 这点让他很满意 米店老板李锦城 当初是靠卖擎菜起家的 如今既有商会米店 还有一家加工厂 郑周勇心想 老板当初也是赤手空拳打天下 只要我努力工作 将来必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努力工作的郑周勇 给李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之后 他就获得了晋升 成为店铺的记账伙计 当接过账本的那一刻 他心动激动万分 这意味着 李老板已经将他当成了自己人 工资也从原来的12块 升到了18块 这一年的年中 郑周勇总共带了18代大米回家 这是父亲起早贪黑 一年也得不到的 看着堆成小山的大米 父亲老泪纵横 感叹地说道 儿子长大了 米店的工作 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郑周勇学会了如何经营米店 也得到了客户们的认可 由于米店李老板身子一直不好 儿子又不争气 不能子成副业 渐渐地李老板对米店的经营 失去了兴趣 于是他对郑周勇说 如今很多客户信得过你 不如我把这个店盘给你 你就在这里继续做吧 就这样福星商会 更名为经营商会 郑周勇成了新老板 这一年他刚满23岁 凭借着良好的信誉和出色的服务 经营商会很快成为镇上最好的米店 可惜好景不长 此时日军正在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朝鲜则成了日本侵华的重要战略物资基地 为了搜刮战争物资 日本在朝鲜实行大米配几制 严禁个人粮食买卖 不得以郑周勇只能关闭店铺 回到农村老家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后 1940年 他决定再次进城创业 他仔细研究了 日本政府限制企业经营的清单 发现开一家修车行 也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于是他东拼西错了5000元 从别人手中盘下一家修车行 从郑周勇住的地方到工厂 坐车只要5分钱 可是他舍不得花钱 坚持每天走路去工作 在工厂他从早干到晚 常常一忙就忙到半夜12点 才收工回家 虽然辛苦 但他心里却很满足 由于服务好 价格低 修理厂的生意逐渐红火了起来 当初买厂借来的钱 也还清了一半 可是让郑周勇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场火灾事故 又将他打回原形 一名维修工因为操作不当 不小心将火种掉在地上 无情的大火瞬间点燃了厂房 也一并烧毁了客户正在修理的汽车 买厂的钱刚刚还掉一半 现在不但厂子被烧 还要陪客户的汽车 看着自己的心血被复制一具 郑周勇摊坐在地上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可是时间不允许他伤心 他必须重新站起来 而这一次他选择了高利贷 从高利贷手中借来3500元 建造了新厂房 他认为自己能行 的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的修理厂是汉城最忙的汽车修理点 员工人数超过70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企业整顿令 出于战时需要 汽车修理厂被日本人强行接管 此后失去修理厂的郑周勇 又和日本商人合伙 干起了运输队生意 随着战争的深入 汉城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深知不妙的郑周勇 在日本战败前的三个月 将车队转让 带着一大笔钱回到老家 幸亏郑周勇及早重申 否则日本战败后 所有与日资有关的企业都将关停 他的投资也会全部打水漂 日本战败 二战结束 郑周勇回到汉城 1946年 他重开汽车修理厂 这次他将厂名匿名为现代汽车工业社 现在的郑周勇对开修车厂是驾轻救赎 在当时的南朝鲜 大量的美军车辆成为了他的目标客户 可是郑周勇并不满足现状 看到别人建筑公司 轻松地从政府资助中获得上千万元的合同时 他决定成立现代土建社 这一年是1947年 他32岁 让他意外的是 朝鲜战争又再次爆发 郑周勇和弟弟郑仁勇只能一起逃亡釜山 人虽然是在逃亡 但是整个战争期间 郑周勇一刻也没闲着 大盗帮美国人的空军基地 军用码头砌墙修兵营 小盗为前线部队送报纸 一句话 只要能搞钱 什么都做 到朝鲜战争结束 郑周勇的现代建设公司已出具规模 此时韩国的经济 因为连年战争 早已经是千疮百孔 为此美国政府向韩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帮助其重建基础设施 振兴经济 郑周勇再次抓住了机会 1953年 他得到了一个大项目 位于大丘的高陵桥修复工程 然而 整个修复过程一波三折 一会儿是落冬江的水位 随着季节不停变化 导致施工困难 一会儿又发生洪涝灾害 导致停工 就这样做做停停 整个工期进展异常缓慢 工期一拖延 随之而来的就是 公司的资金链开始吃紧 项目不停地亏损 家人们失去了耐心 所有人都在劝说他 干不下去 干脆就放弃 这样下去 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家底都要败光 家人的不理解 外面的竞争对手 更是对他冷嘲热讽 一个只上过六年学的人 还想学着别人干工程 十足是个活该倒闭的笨蛋 整个长期工程 都不知道千分期合同 为了维持公司的继续经营 他将所有的房产变卖 他那家人们挤在拥挤简陆的出租屋内 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他发誓一定要成功 在之后的回忆中他说道 一旦我认准之后 就绝不会轻易放弃我的事业 所有的挫折都将变成我最宝贵的经验 你必须学会轻松对待这一点 很幸运 他又再次地渡过了难关 他四面出击 承建韩国最大的中州水坝 1968年 承建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 金府高速公路 1972年 建立卫山造船厂 进军造船业 韩国总统亲自为他剪彩 从1974年到1992年 现代重工业公司 共造船332艘 占韩国造船总量的四成 1985年 当英国记者来到卫山时 惊叹道 这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 当然 如果没有韩国政府的介入 让郑周永家族 享受到各种财务补贴 贷款担保 甚至是税收方面的减免 他的企业 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成长的 这样的家族企业被称为财阀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 韩国政府通过扶持财阀扩张 成为推动韩国国家经济增长的 主要推手 郑周永的生意 也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之中 但是有一个行业 是他始终不想放弃的 那就是汽车工业 当年在修建京府高速公路时 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对郑周永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造的韩国车 能在高速上跑啊 1967年 现代汽车公司成立 正式进军汽车工业 为了扶持本国汽车工业 韩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 即外资汽车企业不能独资经营 必须与韩国当地企业 合资生产汽车 于是郑周永与福特达成协议 生产小汽车 六个月后 第一辆汽车下线 那就是现代 Kotina跑天下 这款现代 Kotina和福特的同款车 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款经典的福特车型 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韩国 情况恰恰相反 原因是 韩国糟糕的道路条件 让这款车经常出现故障 导致无法行驶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质疑现代汽车的质量 1969年 由于现代汽车工厂 遭到洪水灾害 一时间 舆论传言说 现代汽车销售的 都是泡水车 这又进一步地影响了 他们的公司生意 遭遇危机的郑周永 依然选择坚持到底 他说 无论如何 我绝不会亲手 拆下现代汽车这块招牌 随着道路条件的显著百善 Kotina在韩国的销售额 渐渐地开始提升 可是 由于福特拒绝让现代的汽车在海外销售 乘汤的合作关系并非为全球市场而设 现代只能在韩国销售 这让郑周永感到非常愤怒 他觉得福特只是把它当作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工厂 而郑周永想要的是改变整个韩国的汽车工业 于是1974年 与福特的合作中止了 这一年的第55届都林车展 现代自主研发的第一个车型现代Pony首次公开亮相 韩国成为世界上第16个能自主生产小汽车的国家 这款汽车采用三菱的发动机和后轴 可以适应韩国糟糕的道路条件 售价为5900美元 一经推出 迅速受到热捧 当时在韩国每卖出10辆车里面 就有4辆是现代Pony 是一款真正的国民车 现代Pony的成功让郑周永信心大增 他要把他的现代汽车卖到全世界 1985年 现代汽车进军美国 推出了一款新车型 现代Excel 这款车采用前置前驱设计 是现代的第一辆前置前驱车 同时 它在两箱先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三箱车 也就是伊兰特的前身 当年韩国汽车工人的时薪不足4美元 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 给了现代充裕的利润空间 在美国上市时 Excel起售价仅需4995美元 比同级日本车便宜将近1000元 面市第一年 卖出了惊人的16.8万辆 全球销量突破100万辆 然而 大卖之后 问题也接踵而来 大量汽车出现制动力不足 电速箱锁死 等一系列问题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曾先后四次命令 现代召回车辆 现代成为了质量差的代名词 美国人口中的笑柄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郑州勇一方面不断提升品控 另一方面 为了提振消费者信心 现代宣布所有在美国销售的车辆 提供10年10万公里保修 到了1990年代 一系列新车型相继问史 亚申特 索纳塔 伊兰特 1998年 现代收购乞亚汽车 Excel也已发展到第三代 这款车也是 东风月达乞亚的经典款 千里马 1987年2月 郑州勇宣布退居二线 由四弟郑世勇接任他的位置 成为现代集团会长 1992年 77岁的郑州勇决定竞选韩国总统 凭借着现代集团雄厚的资金优势 到处游说 可惜最终败选 他所领导的统一人民党 也在竞选过程中被爆出丑闻 2001年 郑州勇因急性肺炎 在汉城去世 享年86岁 郑州勇逝世后 朝鲜代表团到他的林前致哀 这是自朝鲜半岛 在50多年前一分为二以来 首次派遣吊丧代表团 到韩国向一名逝世的韩国人致哀 今天郑州勇的故事 既是小人物的传奇创业经历 也是韩国财阀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